羊肉吃到飽 然後加上它還有紅燒牛肉跟火鍋肉片 我覺得三個願望一次滿足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萊恩 那今天我們人來到的是內湖 不要來吃一間台北最新的羊肉爐吃到飽 那這一間雖然是新開的 但是它的前身是五谷泰山那一代的上好羊肉 所以也算是老字號了啦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這一間 它重新開幕的到底整理水墩怎麼樣 然後價格怎麼樣 我們就去看看吧 Let's go 前面那邊是湖光市場 距離內湖捷運站2號出口大概5到8分鐘 這個就是待會我們要吃的上鑽鍋物 大家看一下它的門口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他們的菜單 那他們有分這種套餐的價格 然後跟這邊吃到飽的價格 湯頭總共有這六種可以選擇 這個是吃到飽方案的肉品 那它有一般的火鍋肉片以外 它還有羊排羊角筋跟紅燒牛肉 醬料都在這一區 那基本火鍋會有的沾醬都有 這個應該是豆腐乳醬汁就是沾羊肉吃的 飲料的杯子跟飯鍋在這邊 那這邊就是白飯 它這邊是有麻辣的豆腐跟鴨血 是可以吃到飽的 整體看起來蠻不錯的 而且它會一直補耶 這一櫃呢就是他們的自助食材啦 我們來看一下呢有什麼東西 基本上我覺得吃鍋會遇到需要的東西 它都有 那我比較喜歡的呢 像是芋頭啊 然後玉米 它這個玉米啊 品質還不錯 下面呢有木耳 看過來這邊是火鍋料 豆皮 菜的話呢這應該是現菜 旁邊呢是高麗菜 跟大陸妹 大陸妹現在沒有 這邊呢就他們飲料機啦 那有五款啊汽水啊可以供選擇 冰沙雞呢提供的是美麗果的 那它有乳酸風味跟一般啊 就是這種柳橙的冰沙 咖啡呢有提供三款啊可以喝 它居然還有卡布奇諾 因為今天我們有小朋友的關係啊 所以我點了湯頭啊是清燉的 它是不會辣的 今天呢一樣有戴娜呢選手 跟阿樂選手 這兩位小調皮 這湯我來喝喝看 我覺得它的清燉啊 雖然呢它的顏色啊 看起來有點像是紅燒 那吃起來確實就是有清燉加紅燒啊 這樣二合一的感覺 它的店內環境啊 大致上長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長條形的 那這一邊呢 它是啊自助台區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這個位置啊其實是蠻窄的 因為要跟其他人一起並桌做 那今天呢是他們啊 就是剛開幕的前十天 那最後一天啊 就是有用餐八五折的優惠 那之後沒有八五折啊 會不會比較人少一點啊 或者是比較好做啊 就不太知道了 這一個呢是羊排肉跟紅燒的牛肉 這個是羊排肉燙完之後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它的羊味還蠻香的 之前吃過一些其他的羊肉吃到飽 它吃起來是沒有什麼羊味的 這間的羊味是有的 我覺得不錯 來這個紅燒牛肉啊 燙完之後我們來吃吃看吧 它的這個紅燒牛肉啊 它的那個汁啊 有滷透 然後它旁邊的那個筋 還有點QQ的 跟肉感啊 整個搭配得很好耶 牛肉來講的話呢 有培根牛跟低脂牛 這個低脂牛肉呢 中間有一條很明顯的筋 可以看得到是板件的部位 我們稍微燙一下 這個板件燙完之後啊 因為有筋的地方啊 它肉啊會稍微縮 那我們來吃吃看吧 有筋有肉的地方啊 我覺得QQ的吃起來口感還蠻不錯的 來培根牛肉 它的這個瘦肉跟肥肉啊 大概是五五均分 那我們稍微燙一下 燙完之後啊 有稍微有點縮 但是啊 看起來是可以的 我們來吃吃看吧 培根牛的口感啊 大概就跟一般評價 吃到飽的火鍋店啊 他們提供的培根牛啊 差不多 這個呢 是它的加點單啊 除了這個羊腳筋啊 它可以寫叫集汁以外呢 其他都是一份一份的 不需要講啊 它這個紅燒牛肉啊 真的是滷得很好 而且啊 它給的份量啊 都很大方耶 這個它是羊腳筋 那旁邊這邊啊 把它筋啊 稍微煮軟之後呢 這個是很Q 然後附有膠質的 如何 你覺得這個牛肉怎麼樣 很嫩 是喔 QQ的 因為旁邊這個有筋的部分 你是不是吃在QQ的 呵呵呵 不會這樣有 對啊 而且它這個吃的QQ的啊 幫助你皮膚耶 對不對 真的喔 對啊 還有膠原蛋白 好 我們菜啊 一盤一盤的下 那我們來吃吃看啊 它這個鴨血豆腐啊 表現怎麼樣 先來吃吃看豆腐吧 它的豆腐啊 是有氣孔的 所以吃起來呢 味道啊 是很濃郁 然後吃啊 會在嘴巴裡面 散發開來 接著它輪到啊 是鴨血啦 我們來吃吃看 它裡面啊 一樣是有汁的 然後啊 不會太辣 所以我覺得 嗯 小朋友啊 應該也是可以吃 你剛吃的覺得辣嗎 對啊 不會辣 所以它也OK 你就知道說 它這個辣度 其實是 小朋友等級 這邊它是梅花豬肉 旁邊呢 則是羊肉 這個它是梅花豬肉啊 看起來啊 它的油花分布啊 蠻好的 而且很大一片喔 好 我們現在去煮煮看 來 燙完的梅花豬 那我們就一口塞進去 豬肉來講啊 蠻軟嫩的 我覺得吃起來還不錯 看一下啊 這個是羊肉片 你可以看得到中間 這個組織啊 稍微比較不規則 這應該是樹形的啦 那我們下一趟趟趟看 這個啊 就要趟到全熟了 燙完的羊肉啊 長這個樣子 是沒什麼說啦 那我們就沾醬料啊 吃吃看 我覺得跟那個評價的吃到飽啊 羊肉啊 吃起來呢 這個呢 稍微有口感一點點 不完全啊 就是軟軟的那種脂肪的感覺 來你看看這個羊角筋 然後它剛剛有講啊 就是如果人數不多的話呢 你可以寫知數 或者是你想多點一點也OK 那我們就吃吃看 這個羊角筋啊 怎麼樣 它旁邊那個筋啊 蠻好剔下來的 然後是吃起來啊 QQ的口感 不會到就是會卡牙齒啊 你知道啊 剛才他在那邊哀哀叫啊 現在不得已啊 要拿一個餅乾杯來騙他 讓他可以公開坐在這邊 欸 阿你剛在那邊哀哀叫 哀什麼 蛤 好吃嗎 這個 真的是 白眼翻到後腦勺 這就是啊 一個人帶兩個小朋友啊 尤其有這種小朋友的時候啊 就是很為難的地方 不想讓他吵的話呢 必須要拿其他東西吸引他 你看啊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啊 報則的關係啊 人真的很多很多 他們的這一個啊 出菜口呢 就是肉啊 會稍微delay 然後他這個冰淇淋啊 是北海道的冰淇淋 叫NITZCO嘛 然後有四種口味啊 可以選擇 旁邊呢 這邊呢 還有waffle 餅乾杯 可以拿 好漂亮喔 有嗎 很美 可以拿一顆球耶 好可愛喔 北海道的冰淇淋 我們來吃吃看 濃度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 好像跟名字差不多耶 欸 來講話啊 你給大家講話 拿下來講對不對 啤 你講 你講話啊 啤啤 你傻笑幹嘛 你在幹嘛 好的 剛才我們吃完了 那以前上傳鍋物了 我個人認為啦 以569塊這樣的一個價格呢 放在台北市呢 可能算是中等 然後稍微高一點點的價格啦 但是啊放在內湖區啊 好像又蠻合理的 畢竟啊 他是羊肉啊吃到飽 然後加上啊 他還有紅燒牛肉跟火鍋肉片 我覺得三個願望一次滿足啦 那湯頭啊跟薑要來講的話 我覺得吃起來味道也蠻不錯的 有一點呢 我覺得比較在意的就是 他們送餐來講啊 會稍微慢一點點 那中間那一度啊 肉盤有卡住大概是十來分鐘左右 所以是需要稍微吹一下 那不知道啊就是試營運之後啊 整個調整會不會好一點 那如果你食量沒那麼大的話呢 他們有提供套餐 那套餐呢 一樣是可以拿就是 自助台上面的蔬菜 那如果你是吃吃到飽的話 就是包含啊 所有肉類啊 可以吃到飽 那就看你自己怎麼選擇啦 然後今天呢 消費啊是820塊 大人的話呢 因為有打85折 小朋友啊 原本是290塊 那打完折啊 總共是820塊 這一件呢 是要收服務費的哦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擊訂閱以及關注 想看到後續更多影片 記得下方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萊恩 我們就下回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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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